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我們要來去看寶寶 今天是看寶寶 不是看你喔 又來到看寶寶的日子了 今天不是你不要緊張 今天很關鍵喔 今天是可以確定我們會不會拿到 媽媽手冊 對 媽媽手冊對一個準媽媽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定心丸 所以今天很緊張 希望我們可以平安順利的拿到 然後寶寶也會長得蠻好的 這樣子 因為現在是大概十週又 四天還五天左右 所以今天很關鍵好不好 大家就陪著我們一起來去產檢一下 又來去看一下可愛的小寶寶 期待嗎 期待看寶寶嗎 期待好OK 那我們出發來去看寶寶 Go 好 哈囉 很好 沒事 你肚子為什麼 大成這樣 變很明顯了 這邊是寶寶的 頭 屁股 第二胎以後已經會看 4.14公分 4.14公分 11週一天 所以他長得OK 你如果照月經算起來是十週又五天 嗯 比較大 大個幾天算是很正常 嗯 要不要聽他 在他寶寶心跳聲 心跳173下 OK 沒問題 有耶有耶 全區 不是有耶 哈囉 腳也在那邊聽 好 小朋友去正常那裡睡你自己的肚子 好 好殘忍 好殘忍的答案 好的大家 我們終於拿到定心碗了 耶 耶 開心 耶 終於熬過了前三個月 非常苦難 然後又緊張 又忐忑的心情的那個階段 真的 總算是過了 今天拿到了媽媽手冊 不知道 我覺得媽媽手冊 對於準媽媽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安慰 然後 不管是我們第一次拿到媽媽手冊 還是第二次 怎麼樣拿到媽媽手冊的心情 就是覺得很欣慰 因為代表寶寶健康成長了 嗯 真的 對 因為其實這兩 這幾次懷孕 他一直都是有很出血的狀態 然後其實我在 在第一次 第二次懷口點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 叫做什麼 習慣性流產 嗯 所以其實我嚇到 嗯 表示我個人的體質是 不是很容易把寶寶keep住 嗯 所以就是其實很緊張 那好像也沒有那麼誇張啊 應該是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我自己看到然後自己嚇到 嗯 所以這幾次懷孕都會變得 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嗯 然後也會比較生精緻 對 不過這一切都結束了 應該是啦 我們就是至少過了第一關啦 希望這次是結束 對 就是代表寶寶第一關都很正常 開心嗎 寶寶要出來了 還沒啦 還沒啦 沒那麼快啦 喜歡看到寶寶嗎 嗯 那你知道是男生還女生 好 什麼都好 我們現在大概是十周嘛 然後 今天看到寶寶他的成長速度 大概是到十一周左右的寶寶的那個大小 所以算是長得滿好的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那之前出血的狀況呢 也都很好轉了 就是幾乎也沒看到什麼出血的狀況 所以真的很棒 那心跳也是一百七幾下 算是很正常 那這次的媽媽手測呢 他改版了喔 跟我們之前拿到的不一樣 對 改版變得很薄 好像是這幾個禮拜才改的喔 你看 變超級薄的 因為他現在很多的資訊啊 都用QR Code 你就直接上網 掃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資訊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耶 因為其實早就可以這樣改了 因為QR Code 其實也不是這幾年發生的事 如果把這些資訊呢 都可以放在網路上 其實很方便 這樣比較環保 也比較好 那今天除了拿到媽媽手測之外呢 我們還有做一個 就是 檢查 好像是 因為其實我們對上一胎也都忘記 我們到底做了哪些檢查 那 這一次我們又再重新複習一下 第一期產前檢查 最基本的 因為每個寶寶狀況不一樣 所以這個檢查應該是每一胎的寶寶都會做的 對 那至於其他的胃教室 有一些是上一胎有做 你這胎就可以不需要做 所以這胎就是 程序上省很多麻煩 對 我本來想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覺得哪些需要做 哪些不需要做 可是 我現在想想我覺得 其實也 因為每個人狀況真的都很不一樣 不管是你的年紀差別啊 還是你的一些身體狀況的一些差別 都會影響到你需不需要做這個檢查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不太適合說 要分享給你們 然後推薦給你們說 哪一個錢可以不用花 哪個錢要花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你們還是自己去斟酌啦 那這本媽媽手冊我剛剛看一下 就原本以為 他現在的那個媽媽手冊裡面 就會附那個 附佑婷車證 就聽說現在新版的 好像是8月1號開始的 都會直接附在媽媽手冊裡面 你就不需要特別去申請 這點我覺得蠻棒的 但是呢 我發現我們拿到的媽媽手冊 這個是今年3月出版的 沒有的話 就等於說我們還要再去申請一下 不過也沒關係啦 希望是一個很簡單的流程 OK好啦 Cody跟大家掰掰 我們要跟大家掰掰囉 好不好 OK 好啦很開心 今天又是一個美好的一天 對 順利的一次 yes yes 好啦 那就期待下一次帶蘇珊去產檢啦 一樣是兩個禮拜之後囉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次就不要到後再一次 我們下一個影片 就令人請請訂閱 最喜歡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比賽 馬就請來 反正 現在 小鈴 是的 好 你 就是